不好意思 先生 这里是校区 你不能开车进去 按照学校的规定 社会车辆未经允许 不能进去 大爷 我是计算机器的学生 这是我的学生账 那你登记一下 这是什么车 那么炫酷 我滴乖乖 限量版法拉利812 一千多万 要知道 平时那些富二代开的车 几十万顶天了 这到底是哪家的少爷 之前怎么没见过 天呐 我看到了什么 那辆是限量版法拉利812版 这也太酷了 什么时候我也能买一辆 别做梦了 那玩意可不是普通人能买得起的 看到车上那个帅哥没有 那是我老公 放屁 那明明是我老公 苏雅 我喜欢你很久了 接受我不 接受他 接受他 哇 李公子 好浪漫哦 快接受他 李晨 我不是说过了吗 别再来找我了 我不喜欢你 苏雅 这钻戒是我花了三万多块钱买的 你带上去试试 一定会喜欢 李晨 对不起 我不能接受 我还有别的事情 我先走了 等一等 哇 又来了一个 是你 这个人早上在校门口昏倒 还是我打了医院的电话 电了一部分医药费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十三 早上的事情 谢谢你了 举手之劳 你没事就好 不管怎么说 还是要谢谢你 这样吧 我请你去吃顿饭 顺便把钱还给你 吃饭就不用了 那可不行 再怎么说你也帮过我 这应该也是一个富二代 不过他给我的感觉 要比其他富二代好很多 还有点小帅 如果只是吃顿饭 倒也未尝不可 那好吧 那让你破费了 完了 女神被人炮走了 关键是对方长得比我帅 开的车还比我好 真是人比人 气死人 是我的荣幸 您好 我是楚风集团的总经理赵阳 请问您是十三先生吧 没错 我就是十三 哦 原来是楚风集团总经理 本来是打算明天去公司看一看的 没想到你这么快就打电话来了 有什么事情吗 太好了我终于联系上您了 十三先生您再磨兜吧 我请您去吃饭 我刚好约了人 没时间 是这样的 十三先生 我这里有一份文件 必须要您签名才能生效 挺急的 我现在就去找您 那你来沙雕大学校门口吧 好的 十三先生 我马上过去 苏雅请上车 你这辆车应该很贵吧 也不贵 一千多万 一千多万还不贵 大哥 你家里是有矿啊 苏雅 我要等一个人过来签一下合同 很快的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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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